各位来宾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还有我们曾经的 黄先生 还有师母 非常荣幸 我们邀请到 我觉得我不是那个 我不是夸大其词 那绝对是大师 是我们当代的语言学的大师 我觉得我们在香港很荣幸 我觉得 就是因为王先生能够 这么长时间在香港 我们能够有机会 经常的 来听到王先生的 关于语言学发展 那个最新的一些思考 这是非常 非常不容易 非常难解 所以怎么说 作为一个 做语言学的人 我觉得这很幸福 有的时候我在网上 最近看到那个Chomsky 他也在 这些大师 他们的 thinking 永远不会停止 永远不会停止 真是让人非常欣佩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呢 实际上是 人文学院 院庆师周年 音乐活动 那是由中国语言学系 主办的 实际上 愿庆的活动之一 就是十年 宁家 愿庆十年 宁家 讲座 那 那我刚才我一直说 我们请到 王世元教授 那讲题呢 是语言和认知科学 那这是非常前年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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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 王教授 那个 其实根本不用 我 多介绍 但是我要听 他们 会议的组织者 给我的 这个 这个稿子 我必须要完成这个任务 王献 当之前呢 是在 柏克里 那么在柏克里 三十年 时期 的教授 那么在 柏克里 期间呢 他创办了 中国语言学报 就是 接下来 这是 从目前为止 我觉得是 影响力最大的 一个 以中国语言学 研究 为主任 著名的 语言学 期刊 当然前不久 王先生 把这个 期刊的 那个接力棒 已经 那个 传到了 第二代 下一代 好像是 SCI 好像是唯一的 就是 那个 语言学 包括 在台湾的 那个 语言学的 期刊 中国大陆的 关于中国 语言学研究的 期刊 都没有 没有进入 这个 SCI 所以这个是 那个 影响力 非常棒 王先生呢 曾经获得 1978到1979年的 古根汉基金会 研究 1992年 国际 中国语言学会 首任会长 我们会长 国际 国际中国语言学会 是 全世界最大 影响力 也是最大 在中国语言学 研究的 学者 一个 最重要的 学术教育 地盘 里面 都有 语言会 影响非常大 王先生呢 首任会长 创会的 会长 那么2010年的时候呢 王先生 也被北京大学 受于 荣誉教授 这个荣誓 那么2017年 是上海人类学会 终身成就家 已经2018年的 芝加哥大学 荣誉 人文 博士学位 王先生 1996年 一句香港语错语 现在是在 那个 中文大学的 电子工程系 为研究教授 其实在那个之前 还在 还在理工大学 最早 刚来的时候 好像现在已经 后来到中文大 那么我记得 那么 那么 王先生早就是 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的 电子工程师 这个也是 我们那个中文的 那个人文 人文社会科学 的理念 有这个非常 非常难得 了不起的一个 人形 那么现在呢 王先生 除了继续担任 中央研究院的 院士以外呢 现在是香港理工大学 中文 及双语 学系的 语言 与认知科学的 讲座教授 我还在为 语言学做贡献 我还在为香港的 语言学的 学科都建设 发掘 做贡献 所以我们今天 再一次的 就是 表达我们的 这种 人性 王先生能够 来到现场 我刚才跟 陈院长讲 我说 这是疫情 开始以来 我第一次参加 线下 这个学术活动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 王先生 因为香港并不是 香港并不是那个 香港疫情还蛮 很严重 王先生能够来到现场 当然我们今天呢 还同时还有线上 线上的 很多人在 参加这次盛会 为了表示谢意 也为了一同庆祝 香港教育大学 人文学院 成立十周年 那么在 王先生的演讲 开始之前呢 我们首先呢 有请 人文学院的院长 陈锦荣教授 向 王学院教授 赠送 人文学院 院庆十周年 纪念礼品 我们先请两位教授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好 谢谢 两位啊 好 那个时间珍贵 我们就 下边呢 我们就请 王先生呢 对我们做报告 好 大家 热烈的欢迎 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觉得 研究语言 就是我最喜欢 做的事情 朱老师也 谈到我跟 香港的关系 我跟香港 其实 很有缘分 1948年 我在上海 坐上温船 到美国去 第一个地方 就填在香港 然后 陆陆续续 我又到香港 来过好多次 看到香港的 像繁荣的路 走得这么好 走得这么快 所以1997年 香港回归了 我虽然在美国 那么久 那么小就去 但是我一直 还是觉得 我是中国人 最喜欢吃豆腐 很多外国朋友 根本就怕吃豆腐 所以我觉得 香港回归了 我也该回来了 所以一回来 就在香港 很多很多年 今天当然很高兴 来到嘉瑜大学 与大家一同庆祝 人文学院的 十周年纪念 刚才 我也给 陈院长说 Happy Birthday 目前 世界的局势 很混乱 冲突的战争 无处不在 所以很需要 人文学院 可以培养出 越来越多 具有人文 素养的 杰出学者 坚持人性的关系 与大自然 和谐共处的原则 为人类社会的发展 走出一条 抗撞大道 好像现在我们有点 人类走的 走迷路了 有点 嗯 今天我想讲的 语言和认知 这个题目 其实 1928年 蔡元培先生都 就提到 那个时候 中研研究院 刚成立了 历史语言研究所 这是她 发刊的时候 说的话 她说 同时动物 为什么 只有人类 能不断地进步 能创造文化 然后她自己回答了 她说 因为人类有历史 而别的动物没有 因为他们没有历史 就不能够把 过去的经验 传说下去 然后她又问了 为什么只有人类 能创造历史 而别的动物没有 然后她回答的就是 我觉得很正确的一句话 因为 只有人类 有变化 无穷的语言 要研究 这一类问题 我觉得 很多地方 我们都要从 大尔文开始 大尔文的 1859年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是 创世 的一个杰作 让生命科学 走上一条新的路 可是在 1959年的那本书里头 他没有怎么样提到 人的关系 人的演化 因为 种种的原因 宗教的原因 他的妇人的原因 等等 可是他说 书出来之后 有很多很多 很激烈的讨论 争论 说人到底 是怎么样一个动物 所以12年以后 在1871年 他写了一本 专门讲人的书 The Descent of Man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我觉得 现在很多很多 我们要了解人的地方 这本书都是 非常值得参考的 然后他觉得 那本书讲的 还比怎么样完整 所以 下一年 又出了一本书 叫做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这个也是今天 我想 稍微 讨论到的 一个论点 所以 科学 在我们这个 蛮长的 生命故事里头 有很大 很大的进展 有人说过 二十世纪 是研究 物理学的黄金时代 所以物理了 化学了 天文 很多地方有突破 而二十一世纪 就是研究 生命科学 的黄金时代 我觉得 这个说法 非常恰当 从2000年起 基因学 活成遗传学 与神经科学 取得了 种种的突破 也产生了很多 诺贝尔奖得主 例如 就前几天 当宣布的 判给 Svante 诺贝尔布的 诺贝尔一学奖 为了赞扬 它发明的 古DNA 的萃取法 这种方法 能够从几千年前的 化石里 取出了DNA 帮助我们理解 此他们遗留在 现代 藏人 生理的 身体里面的 基因 协助这些 西藏的人 在生理上 可以适应 非常高 海拔的环境 这就是 Table 人非常好 他是一个 很谦虚 很友善的 一位科学家 Table 是个 芬兰的姓 不过 他的教育 是在瑞典 得到的 现在 是在德国 在基因方面 我刚才说 得到诺贝尔奖 另外一位 非常重要的 他的诺贝尔奖 早得多 是1906年 这是一个 西班牙的医生 小乡村里面 有医生叫 Armon Santiago Cahal 年轻的时候 他就在厨房里 看自己的 显微镜 一个一个的看 结果呢 就发现 生命的 最基本的 一种细胞 就是我们的 神经细胞 所以在 图的 你们的左边 是他自己画 画了好多好多不同的 大脑的部分 这个部分叫做 Hippocampus 海马体 是 我们的记忆 最重要的一部分 像他在 相位 经常看的 就是这种 神经细胞 或者神经元 有了这个 很基本的 单位 Building Block 我们就知道 神经元 跟神经元 一步一步 我们了解了 他们怎么样 交换信息 怎么样 沟通 所以有个 很漂亮的话 是 前几年在 Scientific American Scientific American 往往会 把东西画得很美 另外三张小画呢 是讲 神经元 跟神经元 到底是怎么样 沟通 怎么样 传信息的 但是通过一个 非常非常小的地方 叫做 Tutru Synapse 从一个神经元 到另外一个神经元 我是把今天的powerpoint 主要是双语化 所以 我觉得我们 要研究这方面 因为很多很多文献 都还是英文的 所以英文跟中文 我们一定要配起来 才能够 做国际性的 贡献 我们有了 神经元 这个概念了 我们当然就要问了 神经元 在大脑里 是怎么样分布的 这个是比较 最近的2009年的巴西 这些科学家 把大脑的很多部分 每一个部分 有多少个神经元 都画了出来 很惊奇的 就是大脑 神经元最多的地方 不是在皮层 而在这个 很小的 很小的这一块地方 所以整个东西叫大脑 这块叫小脑 小脑里面的神经细胞 特别多 是全大脑里面最多的 况且 它是最 不容易老化的 大脑的一部分 所以我看到这个 就非常兴奋 我们在里大的团体 现在就专门研究 大脑的这一部分 就是小脑 看到到底是为什么 有这些 不同的功能 在这方面 有很多人提过 大脑是多么多么重要 这个人大概 观众有些会认得 他叫 Francis Crick Crick and Watson 就是发现 我们的DNA的 非常了不起的 一个发现 1962年 所以我的PowerPoint 总是有的地方 但是有英文 下面是个中文翻的 所以我这个PowerPoint 就留在较大 有兴趣的朋友 我非常欢迎你 更仔细地来看 这些东西 然后如果有兴趣 有疑问 我都可以封信 其实很早以前 Crick是现代人 两千多年以前 古希腊 有一位叫Hippocrates 很多人说 他是医学的鼻祖 有很多地方 要做医生的时候 要读一个 Hippocratic Oath 这两个片呢 也就说明 Hippocrates 两千多年以前 已经知道 我们身体里 最最重要的器官 就是我们的大力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记忆 我们的痛 我们的爱 一切 都是因为我们大力 有这些功能 所以他说 In these ways I am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brain exercises the greatest power in the man 念语言学的同学们 大概知道 Telme Chivon 跟Matchi Patani 是两个 很好的语言学家 前几十几年以前 他们编了一本书 Syntactic Complexity 这些话 是在那里 取出来的 那么这是 这是中文版 所以有这么多动物 我们独特 有这么多成就 那么别的动物 有没有 有没有认知 有没有语言 所以 这方面 很多很多学科 都很注意 或者都研究过 2012年 在 电桥大学 有一组 大概十几个 非常 支撑的 科学家 宣明了 底下的这句话 他说 We declare the following The absence of Neocortex 就是大脑的皮层 does not appear to preclude an organism from experiencing effective states 然后 那个 红色的 Humans are not unique in possessing the neurological substrates that generate consciousness Consciousness 就是意识 没有意识 不可能有认知 没有认知 不可能发明 所以 这是 缓缓相关的 这是 中文版 例如我们最近的 动物 是 黑猩猩 我们 对黑猩猩的认识 在过去的 100年 增加的 非常快 这位女的 叫 Jane Goodall 可能 有人 看过她的东西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 那个时候 很年轻的 一个科学家 他到非洲去 跟黑猩猩 一起住 一住就住几个月 研究他们的行为 他们的行动 是什么 个别 有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方面 让我给了一些 这方面的文献 A century of getting to know the chimpanzee 因为他们没有 口语 他们没有 spoken language 他们很多 沟通的方法 是用 脸上的表情 或者身体的姿势 所以上面我们有 露牙 好像要打架了 hand hoop whimper playface scream 葛道在这方面 研究了大概 二三十个不同的 gestures 不同的 facial expression 让他们沟通 可是 他们跟我们有很多 相同的地方 他们跟我们演化上 就是六百万年的 差别 六百万年以前 我们的老祖宗 也就是被新鲜利 所以他们有很多 像人类的行为 这个幻灾片上面的 那位 他叫 Andrew Meltzer 他是华盛顿大学的 一个 心理神经学家 他就跑到 很多医院里去 刚生出来 几天的孩子 他就对那些孩子 做种种不同的表情 那么很 很神奇的 就是这些孩子 一个个个 完全模范的 虽然小孩的眼睛 那时候 还没有那么发达 他们就有这种 Imitation 最近我们知道 这是Imitation的 神经基础 我们大脑里 有些神经 我们做什么 跟我们看到 别人做什么 同一套神经 会激发 所以这些叫做 Mirror Neurons 那么 有一个 工程师 Michael Arbitt 他写过这本书 蛮有意思的 叫做 How the Brain Got Language 因为这些 Mirror Neurons 因为这些 可是呢 Meltsoft 做到那个试验之后 不久 他们发现 很多别的 灵长木 的动物 也会 Imitate 所以 这是我们 跟 他们共同的一点 什么别的 还需要 意识 还需要 什么样的 证明 它存在呢 要有 自我意识 Self Awareness 你要看到 镜子里头 有个动物 在那 你要了解 这个动物 就是我 这个我们 怎么知道 一个动物 能不能有 这种意识呢 所以这个在 大概二十多年前 他们让一个黑猩猩 在镜子旁边 睡着了 他睡着的时候呢 就在他的头上 擦一点颜色 耳朵 脸颊上 戴一点颜色 那么黑猩猩 慢慢地醒了 一醒 看镜子 他就自己 去摸自己 所以这是一种 Self Awareness 这个方法叫 Mirror Self Recognition 还有什么别的呢 他们要有 感情 互相能够照顾 互相能够安慰 动物学家 有这么一个词 叫Grooming 所以他们经常会 彼此 Groom 这个表示 他们这个 Emotional Images 非常非常 明显的 所以有 Self Awareness 有Compassion 还有最近这个 蛮有意思的 有个 是 给她一块黄瓜吃 菩薩比黄瓜好吃得多了 她現在給我們一個鮮吧 又給了一隻鱿 她現在測試了一個鮮吧 她需要我們給我們一個鮮吧 再給她一個鮮吧 大发雷霆 现在在实验室里 有很多这种实验 但是如果自自然然的让他们 他们还能够表现出 别的认知的行为呢 平常这是在荷兰的一个动物园里头 两个黑猩猩 喜欢吃树上面的叶子 因为比较新鲜 比较好吃 但是它经常爬呢 这个树的皮就被剥掉了 所以管动物园的人就 就让他们不爬 底下有个铁丝网的样子的动物 但是呢 有一个猩猩 黑猩猩跟他的朋友 一个拿出 就看得不知道太清楚 扶着这根很长的树枝 另外呢 他就爬上去 这是一种共同的目标 然后合作来达到那个目标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认知 京都大学在研究这方面 非常先进 他们就发现 黑猩猩 不但能够认得这些字 一二三四 你把这些树木字放在荧幕上 短短的刹那 然后去掉 然后这个黑猩猩的 它就能够从 一二三四五 照它的大小的次序 再去按一下 所以这是一种 spatial numerical skill 所以他们的这个 在这方面的这个功能 比京都大学的 大二的学生 还有厉害 这些教授觉得不相信 当然最 这方面做的最多的呢 就是我们发明的语言 他们没有发明 我们能不能够教他们 我们发明的语言 这方面做的最多的是 这个叫做 Kanzi 一个黑猩猩 前几年写过 还有这本书 叫The Ape At the Brink Of the Human Mind 快要有我们这样的 这个支援 然后你看 他从小 就从非洲 运来 到美国的南部 就是Georgia 那个州 他们在那 跟他做事 做了几十年 所以这本书 就是那几十年的 这个研究 你当然不能够教一个 黑猩猩 说话 因为他们的喉咙 他们的 他们的口腔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发出来 他们的 我们发出来的 因他们发不出来 可是呢 语言并不只是因 语言也可以是图片 也可以是手势 所以 So Savage Rumble 教他的呢 是种种的这种图片 比方他要 喝几只水了 就按几个图片 他要出去玩了 这样子他就说了 三四百个 不同的图片 可是有人说 语言 当然不只是一些词 词跟词怎么样排 他们当中的 秩序 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 剧法 就是Saintime 有没有Saintime 那么 这方面 现在还是有争论 不过我有一个 很好的朋友 叫Tom Sherman 在前几个月的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里头 就 很 坚决的说 他们是有Saintime 当然没有我们 那么 丰富的Saintime 不过 秩序 这种概念 对心情是没有问题 可是 有些事情 五六岁小孩 就会做了 这些是做不到 比方 黑猩猩 喜欢吃香蕉 他看见 那个女孩 手里那种香蕉 他就问他要 就是 很多动物 都有这种 手势 begging gesture 可是你如果 把人的 头上 带了个桶 这黑猩猩猩 完全不知道 这个人 虽然他手里 拿了香蕉 但是他看不见 你在问他要 他还是去问 所以这是一种 Theory of Mind 要能够了解 别人的 Cognition 别人的认知 是到什么地方 有现实 你如果头上 带个桶 当然看不见 看不见 你为什么 去问 所以 他们是有一个 上限的 为什么会有 这个上限 我觉得 这张图片 讲得最清楚 这篇文章 我非常喜欢 叫做 Genetic Basis of Human Brain Evolution 这棵树 这棵树 是灵长木的树 然后灵长木的 有很多动物 人类 刚才我们讲的 黑猩猩 大猩猩 红毛猩猩 等等 灵长木 大概有三四百 不同的种类 的动物 然后呢 他这里就说 我们跟他 大概是 多少百万年前 分析的 所以我们跟黑猩猩 大概是 六百万年前 这里呢 他说 我们的基因上 DNA 有多少不同 所以我们跟 黑猩猩 只有 百分之一的样子 很多很多 都是 一样子 可是最大的区别 是底下这一行 底下这一行 是大脑的大小 我们看 黑猩猩的 大脑 只有 三百个克 左右 三百个Gram 我们的小孩呢 一生出来 就有三四百克 然后长得很快 长到 一千四百 一千五百克 好几倍 所以 区别 是在大脑 我们的大脑 跟别动 完全不一样 我们的认知 我们的语言 都是因为 我们有 大脑的条件 才能够得到 这也终于 我大概讲到 十二 十一点 十三 十一点 可以吗 因为我材料太多 我要选 选择 这个是十六世纪 十六世纪 一个意大利 科学家 第一次 把人的大脑 画出 关键他画得 非常的好 现在 很多医学院里面 教 神经 系统的时候 有时候还用 他的画 很清楚的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大脑 是分两个半脑 然后 如果把 大脑从底下看 有很多不同的 神经 很多不同的血管 非常非常复杂的 因为有 有这个 非常好的条件 所以我们就可以 比方 啊 啊 动作非常非常快 舌头 嘴巴 软饿 嘴唇 他动作得非常快 但是停的时候 我们当然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他的舌 这是他的喉咙 然后这是他的软饿 等等 动作得非常快 比 弹钢前的人的手 手指都还要快 所以 啊 别的动物 绝对没有这个能力 可是 有的人 也失去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 对大脑 跟语言当中的关系 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 实在是 从19世纪才开始 我们看到了 Dessalius在16世纪 已经把大脑的 啊 构造 画出来 但是只知道 构造 不知道它的功能 一直到19世纪 有这个三位 先驱 能够 帮我们 开始了解 大脑跟语言的关系 最重要的 当然是 Paul Broca 一个法国人 然后一个德国人 Karl Wernicke 然后又有一个 法国人叫 Jules Dejerine Broca发现的 是大脑 是哪一部分 能够让我们说话的 要不要在那里说话 但是说话 如果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也没有用 一定要有 语意 Wernicke 所发现的 就是大脑 另外一部分 语意 存在 那德学 第三个呢 他研究的 不是口语 而是文字 大脑的 哪一部分 能够让你 看书 写字 所以这个 我们的 这方面的 开端 就在 这三位 比方 这是一个例子 Broca 他那个地方 如果坏了 这个人 他说 All right Stroke Tawana 跟 Ata 大致 你想 大概看得出 想象什么 但是 每一个音节 都很费力 光是 有时候说出来的东西 不是词 Broca 他的第一个病人 有这种 这种叫 Broca 的非罪 他那个人 那个病人 只会说 一个音节 那个音节 就是 DAN 写是 T-A-N 所以文献里面 就叫那位先生 Mr.DAN Missure DAN 他 至少能够 讲出来 他因为 在洗澡的时候 碰到头 等等 Wernicke 也是 另外一个 大脑的部分 他说 It suddenly had a feather And all the feather had gone with it It even stepped my horn They took them from earth You know They make my favorite 9 to sever And now I've been ahed by the Slam of Fortiment of my anowman which is 大夫人 完全 看不懂 他的讲 什么 完全听不懂 他的讲 我在 Missure 研究院的时候 我听说 我们学校 来了一个 Wernicke satation 我就想看看 这种人到底是怎么样 他叫Ed 我说Ed When did you come to Ann Arbor 他跟我讲了大概五分钟的话 我一句都听不懂 所以发音跟鱼语 是两种不同的语言 那么 我有个日本朋友 给我寄来 这个文字上面 有点 日本话 小孩 是 Kodomo 用汉字写起来 是那样子 但是 有种 日本人 他的 病症 让他保留了 比较复杂的汉字 有的字 笔话很多 他会写 会认 但是他用 他 Kana 讲名 写的 很多时候 他不认得 写不出 所以说明 大脑有不同的部分 有的是 管Kana的 有的是 管探机的 等等 所以在这方面 过去的 大概 一百年吧 我们有 很大的进展 有一位 就是 我在Berkeley的 其实我在Berkeley 教过的一个学生 他叫Lena Drunk 他就研究 种种的事与症 前一阵子 他到香港来开会 有朋友给我们照了张相 我特别要提的 就是第三篇文章 Drunker's 2007 Broker's Historic Cases High Resolu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the brains of the brains of the brains of Le Bon and Le Lung 这是两个病人的姓 Le Bon 就是那个 Mr. Dan 这只会说一个印记 Drunker's 其实 蛮会想问题 他读Broker's 文章的时候 发现 Broker's 虽然把 这两个人的大脑 从头颅取出来了 看了是什么地方 有毛病 但他没有切开 Broker's 我觉得 很有远见 他说现在我们知道的 太少 切开也不知道 在看什么 我们就把他保留着保 所以这两个大脑 把刘带着 罐头里 在巴黎的一个博物馆 Drunker's 发现了 这两个大脑还在 他就去 跟他们接洽 把这两个大脑 取出来 用现在最先进的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 来看 到底是 什么地方 出了 所以这是 还没有切开的时候 Broker's Fasher 刚才我们看了 Monsieur LeBourne 第一位病人 你看 在这里 这里是 一个洞 这是左大脑 左大脑前头的一部分 那个地方 叫做Broker's area 以他的名 然后Broker's area 如果放大 是这样子 但是 Groker's 就把它 非常非常仔细地 用种种不同的 MRI的方法 我们现在 不需要 把右边这些话 都念出来 不过他 发现的 就远远不只是 在frontal lobe上的 那个小洞 整个大脑里头 都有破坏 所以 Broker那个时候 把东西看得 太简单了 最近 加州 有一位 非常好的神经学家 他叫 Demacio 他就说 我认为 这句话讲得很对 我们大脑是非常 Holistic 很多不同的部分 都在共性功能 让我们能够有 这么复杂的一种语言 Demacio 那个时候 有个好朋友 叫 Norban Geschwin Geschwin 大概是20世纪 美国神经学 里头 权威之一 所以他说 A real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will not be achieved until we have a reasonable notion of its neurological mechanism Geschwin 很早 1968年 就发现 我们的左大脑 跟右大脑 玩语言的那些部分 不一样大 玩语言的那一部分 在左大脑 比较大得多 这是一种 hemispheric lateralization Geschwin 很早就发现 然后 他就把 这些不同的部分 当中是什么样的关系 就画出来 比方 那个大的那张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 哎呀 Vuraka Chu 就是Vurka Terry Vernicke Chu 就是Vernicke Terry 所以 这几些 另外一个 表面上 看不到的 叫做 风撞出 是在大脑内部 一套神经 把Vurka Zerian 跟Vernicke 也连在一起 所以说话 跟语义 当然有很密切的关系 在大脑里 是连得很好 这张图片 我希望 就是 没有研究 这方面的人 至少能够记得 大脑是有 每个半大脑 有 四个不同的页 额页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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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呢 就是frontal load bariopalo temporal load occipital 刚才我讲的 那个cerebellum 不在这里 cerebellum 如果有的话 会在这里 所以 Broker's area 在这里 如果我们要 听人家讲一个词 然后 重复他讲的那一词 我们是从 听觉的这个区域 Auditary area 听到 然后到Vernicke's area 去 取他的语义 然后通过这个 公状术 RQA forciculus 再到Broker's area 从Broker's area 再到运动 批层 然后说出来 你说 今天 我听到你说今天 在我的大脑里 如果我要说今天 就走刚才的一个步骤 所以 Gashwin在这方面的贡献非常大 因此 后来有人 就把 Broker's territory Vernicke's territory 用神经路 画出来 并且 再加上一个 Vernicke's territory 所以它是20世纪 唯一的这么一个新的东西 几年前我到台湾去 做个报告 所以他们把我 画在 Broker's area 上面 不同的颜色 是不同的 不同的这些 Lobes Frontal Lobe Frontal Lobe Temple Lobe 等等 可是 光会讲话 听懂话 只是认知的一小部分 另外一部分 非常重要的 就是感情 感情是 怎么样 让我们开始研究 就是 Broker看他的病人 Vernicke看他的病人 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 还有一件事情发生 也很奇怪 就是这个人 他的名字叫 Phineas Gage 他在美国的东北 Vermont 在 布鲁 布鲁的时候呢 要在石头里头 挖一个洞 倒火药进去 把导火线 埋在火药里 然后在上面 在铺很多沙 铺很多沙 然后你人走得远远的 把那个导火线 点上 火药一点着了 就 爆炸起来 把那个 很大的石头 炸开 Phineas Gage 那个时候 25岁 他是一个队长 他管这件事情 可是有一次 他 比较大意 他没有 注意 沙铺了没有 他 一般是拿了一个 铁棍子 把沙 弄成平平的 他没有看见 有沙没有 跟着他棍子掉进来 棍子一掉的 掉到那个洞里的时候 就发生了火花 火花就把 火药 化着去 这个洞里呢 就 这个棍子呢 就从他的手下 踏进去 从这里 飞出来 飞出来 到基米 所以 他这个棍子现在 跟头鲁非常有名 现在还在 老婆的 老婆大学的 博物馆里 刚才我们提到 Dimacio Dimacio 就找到 Finius Gage 的套路 给他 也是像 Drunker 这样的 很仔细的 把它分析了一下 很神奇的呢 就是 Finius Gage 说话 听话 动作 没有什么问题 虽然 那个棍子 从头里 穿过去了 他站去了 还走了几十度 去找人 去帮他们 可是呢 他的性格 完全变了 以前 他是一个非常 友善的 有 他是个队长 他领导很多人 大家都很喜欢他 老板也非常 集中他 之后呢 他就跟 完全另外一个人 经常跟人家 吵 骂 不负责任 结果 老板 只能解雇他 所以 这是大脑的 另一部分 是关于感情 所以他说 他们夫妇两个都是在研究大脑的 男的是Antonio-Damacio 女的是Hana-Damacio 这是Hana-Damacio 所以他说 their ability to make rational decisions in personal and social methods is invariably compromised and so is their processing of emotion 这是认知的另外一个 理性 感性 这是感性的认知 所以这篇文章 也蛮牛一串的教 The return of Phineas Gage 因为已经 一百多年过去 Clues about the brain from the skull of a famous patient 这就是Damacio Damacio跟Gashwin 也写了很多 跟语言有关的书 或者文章 1984 他们就有一篇 叫做The Neural Basis of Language 然后我现在要谈的呢 是他 1994年 写的一本书 这书叫做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这本书 最重要的论点 就是Descartes 把Reason 跟Emotion 完全分开 互不相关 这是他的错误 我们的Reason 经常 会跟我们的感情 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情绪 互动 所以Descartes 就非常强调这一点 这是Descartes 非常有名的 数学家 几何 代数 很多的以上 他都有贡献 不过他也是 哲学家认为 非常伟大的一个 开路的人 Descartes 是 also wide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founders 的 Modern Philosophy 所以 他这句话 非常有名 是 先是法文学的 Reasons Dong 是3 然后 翻译 打电文 Cogito Eargo Zoom 现在大家 都认得 I think Therefore I am 所以这里呢 他就把 什么是Reason 什么字 他还说了一句 现在看来 非常荒唐的话 就是大脑 最当中 里头 有一个很小的线 叫做 松果体线 就在这里 Descartes说 这个大概是 我们灵魂所在 那个时候 在 几个世纪 之前 当然 他们的了解 跟我们现在的了解 很不一样 所以 Demaseo 就说 这就是 Descartes的错 身 与心之间 有如 深渊般的 氛围 这解释 一方面 有 尺寸 有空间 维度 等等 等等 那最后的一句 就是 尤其是 把最精密的 先知运作 与生物 有机体的 勾造 和运作 区隔开来 所以 照他的 看法 这就是 他的 Descartes 我觉得 这个跟 现在的 心理学 语言学 跟Demaseo的看法 相近得多 很多书 比如 Mark Johnson George Laycone 他们很多 是 主要讲 Embodiment 就是把语言 跟身体 叫得很延迟 当然 研究 感情 情绪 感觉 比研究 句法 更难得多 句法 词 法音 都 比较容易 找到 缺失的 数据 感情 感情 就这样 但是 这方面 也有人 努力 比方 有个人 叫 Fletcher 他研究了 几十年 他说 我们的 感情 主要是分 八大类 他画了这个图 这个八大类 如果我们看 这是一层 两层 三层 我们看当中的这一层 Joy Trust Fear Surprise Sadness Disgust Anger Anticipation 还这么分呢 他为什么这么分呢 没讲得很清楚 并且 他说 每一个 Basic Emotion 刚才我们记得八个 Basic Emotion 或强 或弱 比方 Joy 如果强的时候 就变成 Excess 弱的时候 就变成 Serenity 每一个 Basic Emotion 他都把它 这么分解 并且 他说 有的 感觉 是两个 Basic Emotion 融合在一起 产生 出的 比方 他说 Love 就是如此 Love 是把 Joy 跟Trust 放在一起 就会产生 就是2001年的文章 其实之前 他写过 几十年的文章 研究了很久 但是 就是 我看他的文章的时候 很难 抓到很 很具体的东西 比方 他给的 这个 图片吧 我跟 亚金 想办法 把它翻成中文 翻得了吗 我觉得我们 没有完全成功 有的时候 英文跟中文 好像 每一个词的领域 根本就配不上 如果中文跟英文 翻译到这么难 他这个图片 是能代表人类吗 因为我们有几千个不同的语言 很多很多不同的人群 我们怎么样 能够在 这个基础上 一步一步 更深入地了解 情绪 感情 我觉得这是 语言学家 现在还 不大会做的事情 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有人 把种种的不同 感情 归功于不同 大道的不同的部分 比如这篇文章 比较近年的 2019的 在Science 它说 不同的感情 在大脑的不同的部分 这个叫 Anterior Cigulate Cortex 就在这里 这个是 Prefrontal Cortex 在这里 反正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这个也 有点道理 我们刚才不是看到 Demarsio Gashman都说 很多东西都是大脑 整体出来的功能 所以感情大概也是如此 但是到底它分的对不对 现在我觉得很难说 很多人分的时候 都会提到 Amigdala Amigdala 它叫杏仁体 是不是 因为它长得像杏仁的样子 Amigdala在人的大脑里 非常非常重要 他们一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用老鼠的大脑 里头插进了电机 然后给老鼠喜欢吃的东西 吃的越高兴 它的Amigdala就越几乏 所以很多东西 现在我们以为是在人大脑的功能 其实很早是从大脑 是从这个别的动物里研究出来 这又是一篇文章 就是讲跟刚才的不一样 另外四个不同的地方 它也是用了Amigdala 所以我希望将来如果 有语言学家 想在研究感觉方面做一些贡献 一定要把这些东一块西一块 不同来源的种种这个报告 怎么样把它总和一下 讲出一个有道理的这个理论来 好 我最后要谈到的是 我们现在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可以从这个人口普查看得到 去年有个第七次的全国人口普查公布 我看这个表的时候 最让我注意的 就是年轻人越来越少 年老的人越来越多 年老的不只是比61大 或者65岁大 现在超过100岁的老人 也越来越多 能够 活得久 能够把学到的东西 穿搭下去 给社会做贡献 那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不过我们这句老话 人老病死 经常 年纪大的时候 就会有种种的病 神经系统的病 比方 高坤 高坤 高坤离我们最经营的在香港 不过很多名人 像 美国的总统 雷根 英国的首相 Thatcher 他们都是得到了 阿尔斯海姆 的病 而过去 高坤 我比较熟 因为 几十年我们 在中研究院开会了 后来我到中国 中文大学去了 等等 这么聪明的一个人 这么伟大的一个科学 就过去了 他的父亲 也是同样的 得到了阿尔斯海姆 那在阿尔斯海姆的时候呢 口脑 这是一个 健康的人的大脑 这个大脑里面呢 刚才我们已经看过 非常非常多的 神经胞 神经细胞 神经元 很多这个神经元 慢慢地死去 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张图片是告诉我们 大脑的不同部分 哪些部分 神经元 死得比较坏 所以我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部分 阿阿的 神经元 死得最快 死得最多 这个部分叫做 antorhinocortex 是在hippocampus 附近的部分 另外一部分 也是长得很大 它是这一部分 这个叫做 ventricle 因为我们大脑里面呢 有 ventricle 像这些 存液体的地方 因为这些细胞 一个个都死去了 这个ventricle呢 本来很小的 就变得很大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解剖 慢慢地知道 一个人老的时候 受伤的时候 他的大脑 是怎么样的状况 我们现在也可以知道 这个有时候 是需要很长一段的时间 就像高坤的医生 告诉他 大概 他发现 他有奥斯尔美的时候 他的大脑 已经受 种种的 病毒的攻击 二三十年了 所以这张图呢 就把这个说得清楚一点 这一部分呢 叫做 cognitively normal 就是没有问题 但是你发现你 什么什么都不对了 什么都不会做了 你打去看医生了 医生给你测试了之后 说 你的确有问题 那个时候呢 就是这里 医生说 你开始有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 所以到MCI来的时候 已经有很长一段的 种种的 不该再的 东西在大脑里发生 一种叫Tau 一直叫Amyloid 等等 在大脑里挣扎 所以 MCI 一发生之后 前线就坏得很坏 包括那个时候住在 中大的宿舍里 他们把他门都锁住了 校园 他是校长 做过校长 他当然很熟悉 但是他一走出门 他就走不回来了 所以有这种 special problem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 用语言写的方法 或者任何别的方法 来测量出 这个人 通过他的语言 我们知道他已经到这个地步 或者那个地步 这是一个贡献 那样子我们就可以让他改变 也是做不好的事情 对他的健康有害 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呢 在 比达 主要是用两种 给大脑造像的方法 一种是意义记 每个礼拜三下午 我都会到学校去 让他们给我戴个帽子 帽子上的呢 有几十个电机 然后他们要我做种种不同的东西 然后这个电机呢 就会有电波 记下来 我的大脑 每个部分 在怎么样活动 比方 这里就是有 不同的几个电机 F 是刚才我们说过的 frontal lobe frontal lobe上有不同的电机 所以 所以 这是怎么画出来 这里只看到 123455 只看到六个电机 不过我的一个帽子上的 是64个 所以我坐下去 大概需要半个小时 就会戴那个帽子 这是一种测量 大脑风能方法 另外一种 是 MRI 对方这是一个 年轻的人的大脑 这是我们团队里面的 我们团队里面的 他叫Manson Fong 这是他的大脑 这是我的大脑 因为他走得太快 看不出 仔细的东西 但是如果要做研究的话 要每张相片 都仔细的量 比如我们看 我的这个ventrical多大 如果我们看他的ventrical 平得对方 只有我的三分之一大 所以我们有这种工具 然后我们做什么实验呢 比方 这就是一个很长 很长做的实验 叫做Strook Test 这是不同的颜色 不过你要他看 叫他说这是什么颜色 这是什么颜色 然后看 他反应的多快 然后呢 你要他看这个颜色 这是什么颜色 是蓝 很多人就会说红 这种冲突 就需要大脑 要有控制什么是信息 什么是遭音 一种inhibition 年轻人在这方面 inhibition就比老人好得多 所以这是我们做出来的一些结果 就是以及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Strook Test 或者我们可以看这种 这个叫 Flanker Test 希望这个当中 我们要他只注意当中的那个箭头 当中的这个箭头呢 这个是跟别的同方向 但是这个箭头呢 是相反 什么是相 同方向呢 就是什么是方向 等等 年轻人又会做得好 会做快的 可以从这种意义剂看出来 这是我们发表的一篇 一些文章 在这方面 好 我看我时间到了 最后两个 最后两个 我讲的东西很多 所以 我们今天的题目 是语言 认知 这是个很大的领域 我们只能 轻轻点水 简单的 谈其中的一小部分的问题 因为时间不多 PPT里 有些图片 我也没能够解释清楚 可是哪些同学 包括 礼堂里面的 包括Zoom上面的 那些同学有兴趣 我会求之不得 非常乐意地 把PPT寄给你 让你们有多点时间 好好地思考 今天的讨论 语言 是认知的成物 而认知 又建立在 意识的基层上 前面我已经说过 十几年前 剑桥大学 有一组 资深的科学家表明 很多 不同种类的动物 都有意识 包括与我们同俗 林长木的 许多其他动物 所以他们有 自我觉知的能力 也有 与同伴建立友谊 相互合作 来达到 共同的目标 认知 同时也包括了 理性和感性 两部分 因此 我们相见的 林长动物 也会感受到 不公平 这代语 发怒 就像那个 黄瓜跟 朱桃 的试验 可是他们的大脑 还没有 能力 充分地学会 人类的语言 因为他们的认知 有明显的 上限 我们的大脑 很独特 但是直到 几百年 我们才开始 有系统的 大脑研究 上面探讨过 十九世纪 中叶的几类病人 让我们知道 大脑损伤 会怎么样 影响行为 有的会知道 有的会知道 不同的 是瘀症 是独症 有的是 性格大变 像 Finish Gage 完全变成了 另一个人 目前 全球的人口 都在老化 根据年龄的增长 许多神经 退化 与认知障碍的问题 大量地 进入了社会 面临这个迫切的 挑战 语言学家 也可以 用先进的方法 与很多别的学科 同心协力 面对这个矫正 老生 老病死 这四个步骤中的 病 减低 让老人也能够 健康地 继续工作 或者安详 晚年 我们若能结合 多学科研究 做到这一点 将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对社会 对语言学 认知科学 基因学 神经学 也都会是 莫大的奉献 谢谢 我们 我们 只有二十分钟时间 因为 十二点 这个教室就腾出来了 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 现在 我先 我先 留一个机会 给我们现场 现场就听众 看看有没有 有没有 有人有问题 是您好 然后我对您刚刚讲的 大脑和语言之间的关系 比较感兴趣 然后我想通过两个例子 然后来提一个问题 就一个例子是很多人在 经过一段手术 在麻药的恢复期的时候 比如他们是多语言者 他们就会发现 那几只能说多语言的 其中一种了 还有就是一些 在国外移民的一些人 他们已经长时间生活在 二语的环境中了 他们的二语水平也非常高 但是他们晚上在说梦话的时候 还是会下意识的使用母语 所以我想知道 就是您刚刚说 大脑里面的有一部分 会对语言进行控制 那我想知道那一部分里面 是不是也会分小类 对语言的种类也应兴控制 谢谢你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而且如果要真的讨论 需要很多时间的 我们的团队里面 有一位同学刚 写完他的博士论文 就是讲大脑 跟Multilingualism 不同的语言 我觉得很难几句话 把所有的情形都讲清楚 不过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情形 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 有一次有个非常好的朋友 叫做Roy Myers 他是教书学的 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可是他口吃 他说英文的时候 说不出来 他那个时候跟我在一起做研究 我们研究的是从俄语 翻成公民语 是美国政府给了我们一大笔钱 看电脑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学了俄语 挺有意思的 他学了俄语之后 说俄语的时候 一点都不可吃 慢慢的 因为他俄语讲得比较流利 他的英文也进步 所以种种很奇怪的地方 再提一点 刚才我会说 我们有个同学 他叫柔瑟徐 在理大刚写完他的博士论文 他做了一个蛮有意思的实验 就是香港人 经常说话的时候 他在香港话里面 查了很多英语 是很常见的 所以问题是 如果你这样子 他们所谓的code mix 文和语言 这样做的话 是不是更吃力 所以他就给 受验者 很多很多文和语言的句子 你今天的 你今天的task做得怎么样 task就是连语 他就发现 其实 是不是混合语言 不怎么样影响 眼珠的动 也不怎么样影响 要多慢 很多这些经常用的词 经常用的句子 是mixed 有时候mixed 反而比不mixed快 所以我们对这些 你刚才提的问题 其实里头有很多很多小问题 都很值得做 所以我希望你 如果在这方面有兴趣的功能 要么跟我联络 要么我给你 跟Rosa跟你联络 可以做很有趣的研究 好 谢谢王先生 那我们来看看 网上提的问题 那今天提第一个 第一位提的问题 王教授您好 想问您 如何看待脑机接口 和意识上传 这样带有科幻色彩的构想 是否可惜 M动 脑机接口 比如说那个 就是Tesla那个老板 他们再做一点 大概讲类似 当然人类的很多的科学的进步 是分类的科幻 是容易一些 他敢于科幻 然后往往就可以变成现实 对 这他问题性的问题 我觉得 朱老师刚才讲的很对 很多科学的进步 是由了科幻 有思想 科幻思想的刺激 而一步一步做到的 比方 那一套电影叫 第一部叫Matrix 是不是 就是 主要的演员是Ciano Reeves 他的记忆 可以用词片给你插进去 啊 我觉得这不是没有可能 可是离我们现在对大脑的认识 还是很远很远 比方之前的一步 我们需要知道不同的词汇 比方桌子 椅子 朋友 他在大脑的那一步 因为记忆也是从语言把它记下来 但现在内部我们都没有做到 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能够做到 那么将来的机器人会厉害得多 谢谢 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请问您刚刚提到的病人 GAT是否情感机能受损 但语言功能蛮好 这是否意味着 基本语言机能 主要是抽象运算系统 还是就其人际交往失败而言 至少语言的应用方面 是与情感机能有关的 我没有很认真的去读GAT的历史 我看过一本书就叫Phineas Gage 在我的PPT上 也看过这个Dimacio的一篇文章 我觉得你问题的第一段 就是Gage是否情感机能受损 这是完全是对的 因为他受伤之后 他经常会骂人 有时候会还说脏话 可是他骂人的时候 说脏话的时候 语言还是这样的 怎么样能够 把真正的语言 用不同的情感 用不同的情感来运作这些语言 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做不到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谢谢王先生 我们还是把那个机会留给 我们网上 我们现场在 然后您 跟你最坚决 有点像抢杂的那个 您好 王教授 我是想问您一下 您肯定知道沃尔夫假说 就是语言相对论 就是语言会决定或者影响人的思维 那我就想问您一下 就是说您本人更倾向于这是一个 就是这个理论是否成立 因为它是个假说 目前语言学界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或者理论来使它变为一个 可以可以被运用的一个正确的科学理论 所以我想问您的是 您认为它真的就是一个假说 还是您觉得这是有一定的道理在里面 您更倾向于哪个方面 谢谢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谢谢你这个问题 我觉得 语言是不是影响 或者控制思想跟行为 这个理论已经有大概几百年的历史 在语言学家当中 讲得最清楚的是一个美国语言学家 叫做Edward Sapir Sapir在1921年 一本很小的书里叫Language 他就提出这个看法 语言是影响我们的思想 是影响我们的行为 那么后来有人就把这个叫做 Linguistic Relativity Linguistic Relativity Sapir有个学生 叫做Benjamin D. Whorf W-H-O-R-F 他是一个化学工程师 他是研究 到不同的公司 找火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意外 他就发现 他就发现 那个时候 语言 的确有影响 比方有个大的铁筒 上的写的是Empty Empty是认他没有东西了 但是他里头还有很多气 所以你一认东西 一着火 就会爆炸起来 Wolf对这个问题 Wolf对这个问题 特别有兴趣 他就说让我去研究一些 跟英文距离的比较远的语言 所以他到了美国的西南部 研究一种原著语言 叫做HOPI HOPI 看HOPI人 怎么样表达时间 怎么样表达方位 等等 所以这一大套文献 有时候就叫做 Supier-Wolf-Hypothesis 或者简单的就叫 Linguistic Relativity 我觉得的确 非常值得研究 有一个很有名的 德国哲学家 叫Wittgenstein 他说 我的语言 就是限制我的宇宙 My language limits my world 我觉得完全是对的 但是呢 这只是一种感觉 大家听起来好像 好像很对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怎么样用科学的方法 一步一小步一小步的 把它完全说清楚 还没有做到 谢谢欢迎 我们 网上还有一个问题 王先生您好 有一项研究 在养老院 做了大样本的研究 他们发现 双语者患 二 自海默症的几率 比单语者低 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 有很多儿童目前 文操双语 请教您 这是否可以从语言和认知 关系的角度 去探讨 双语优势 这个就跟刚才 那个问题 连得上 就是 你会说的语言越多 你的词汇越丰富 有的词 这个语言表达得出来 有的 有的东西 这个语言有词 表达到 有的东西 这个语言有词 可以表达到 那么 当然这个人的思想 就丰富得多 深入的 比方 我们中国人讲义气 我想来想去 不知道怎么办英文 英文呢 又有很多词 想来想去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 多一个语言 就好像多开了个窗户 你的世界 就 更有色彩 你好 非常荣幸 获得的机会 就是王教授 就是我在看这个演讲的时候 看到是内容是从 大脑的机制出发 然后探讨语言与认知的一种输出 那我想更进一步问的问题就是 可能类似刚刚这位同学就是 人的语言的输出 对于大脑就是意识的一种 负向的反馈 这个有 想探讨 问一下这个问题 比方说就像我拿我自己举个例子的话 在我小学的时候 那时候像当年明月的 《明星大千世》这些 类似于细说历史的小说 开始大行其道的时候 我也会是 就是去 模仿一些那个 文中的一些说法去 改变我的语言或者是写作 但那时候我的母亲阻止了我 因为这是一种不好的一种行为 然后在我之后阅读了一些 录如 前幕黄仁宇先生的一些著作之后 发现当时候我如果是 继续学习这种细说的历史的这种形式来 这种调侃的语气 来改变我自己这种说法或者是一种写作方格的话 对我来说是非常有不利的影响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是一种 比如说这种如果说 就是人们使用的语言 对于人的大脑的意识的一种 负向的反馈 或者说如果说 就是语言对于个人的影响 或者是语言 如果一种语言的使用方式盛行开来的话 对于整个社会的 非常多的多数人的思维的影响 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啊 等一会我们下 那么你可以稍微 留一下 我们网上呢 今天提问的很多 我们在 王教授您好 遇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想要请教一下 遇到一些受自闭症影响 而导致言语发展迟缓 或者出现障碍的儿童 在香港双语 乐音的教学和生活环境下 儿童会更倾向使用英语进行改达 或相对而言 该儿童的英语词汇量 掌握比中文语词汇掌握得多 请问这种现象 王教授 是怎么看 我觉得 哪个语言 小孩 学得多一点 词汇丰富一点 要看 他的社会环境 总而来自就是说 差不多所有的语言 的难度都差不多的 但是如果你的父母 觉得这个语言对你将来的发展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甚至于 比你的自己的母语都重要 那他英文也许是会更多一点 英文讲得更流利一点 我觉得这是一种 我自己不太喜欢看到的情形 我到中国的西南部 四川 云南 广西 广西也去 去访问过很多 少数民族 比方说 那西语吧 那西语 很宁愿 小孩 学英文 免不了 普通话 但是那西语 根本就 没有地位了 所以我觉得 完全颠倒了 但是 人跟人不一样 有的人就觉得 赚钱很重要 比文化 比传统都重要 所以我觉得 文学院 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责任 现在 致富 怎么样致富 好像比 怎么样做人 都重要 我觉得很不健康 好 请 让你 给你 给你两 给你两分钟 谢谢王老师 就很快的一个问题 刚才你说的 我们 人人学院 一定会 保持这个精神 就是 不要 让那个所谓 capitalism 或者是21世界的 其他东西 之外 我们在这边 对于 语言 文学 哲学 方面的 培训 那我的问题 很简单 很简单 你的 讲说很精彩 你说了很多 关于我们 人类大脑的事 但是在21世界 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们 其实已经有 两个脑了 一个是自己的脑 另外一个 就在我手上 他随时跟着我 那他可以做的东西 比我的脑子 做的东西还要好 某些东西 我的问题 问题很简单 很简单 对于你 来说 你觉得 我跟 这个脑的关系 我就 会不会就变成 那个monkey 那个chimpanzee 对这个super being 的关系 你自己怎么 怎么说 我们现在语言 大脑的研究 的发展 跟AI 跟robotics 的研究 的关系 好吗 谢谢 谢谢院长 提这个问题 因为我也 经常 自己 为这个问题 感觉的 恐慌 因为 这个也是大脑 这个也是大脑 这个在里头 这个在外头 将来 是不是能够 融合在一起 有的事情 我觉得 电脑机器 是被人 能够做得好 像很早以前 我的第二个儿子 他是研究 robots的 我帮他 让robots 想办法 听懂医生的话 在开刀的时候 把仪器 放在不同的地方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有时候 护士 他的手会发抖 或者有时候 他会想别的东西 所以机器 在某些方面 的确比人 靠得住的多 那么最近 因为机器的 这个记忆 能力 发展了那么大 那么快 下 那么难的围棋 我们都下不过他 可是 这些都是 理性方面的东西 所以今天 我想强调 讲得不太好 但是我想强调 我们要看重 感情 怎么样让 让机器 能够了解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道德的 等等 比方现在 汽车 无人驾驶的 越来越多 比方你 叫 要到哪里去 你要 跟你的汽车讲 我今天 要到什么学校去 走什么街 他就那么走 但是如果到 快要到一个桥边 这个机器 要选择 还是一只手 会创死三个人 还是忽然一下停下来 会伤另外一个人 人会怎么样 这些东西 我们 人知道 应该怎么做 我们才能够 交集器 这是感情的 很大的一步 对不起 没有讲精神 不过 我是这么想 谢谢王先生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必须要 要暂停了 我补充一下 我们人文学院 有一个 大的构策 是怎么样 去把人文 特别是关系 所谓的care 就是human human care 这个方面 因为今天 听王教授的演讲 我是 王教授 经常听王教授演讲 王教授演讲 每次 都有新内容 而且我特别感觉到 就是 王先生 比如说今天的 显然 就在人文关怀 帮你 这是今天的一个 非常 我自己感觉 是非常 大一个亮点 我觉得一个 大概是 科学家 可能是从 成岁的科学家 慢慢 他随着他的 研究的不断发展 可能也随着 年龄的增长 他会慢慢地向 人文的关怀 的角度 就是科学在 不是 冷冰冰的东西 慢慢地变得 有血有肉 这个不是说 你想做就可以做到 这个是 我觉得 也不是说 所有人都能做到 所以这个是我 特别的 今天那些感 感受 好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再次感谢 王先生 精彩 人家 我们 希望 那个 还有 不远的 未来 还有机会 能够请 王先生 再来 再来 跟我们分享 他的 对于 人类的 这个 更 宏大的 一些思考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